大家好我是狂帝 我的頻道你永遠看不膩 皇帝我呢 今天要跟我的寶貝粉絲們報告一件事情 喜歡Jump情星集結的觀眾們 你們有服了 有看到畫面上的這個頻道嗎 接下來皇帝我會在這個頻道 更新Jump情星集結的影片 想要變強的觀眾們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打開小鈴鐺還可以獲得最新的影片通知喔 那想要玩Jump的粉絲們呢 皇帝我推薦你們到我的蝦皮賣場去買散熱器 蝦皮搜尋皇帝的後花園就可以找到了 你只要玩遊戲手機會過熱的 就非常需要這款散熱器 賣場裡面還有非常多 只要你是玩遊戲的玩家 都一定會需要的東西 現在消費滿2000還送皇帝我的前名照 也別忘記追蹤皇帝的IG 所有的抽獎全部都會在IG公告 OK屁話不多說 今天的影片馬上開始了 Leggo 繼我們前兩部影片 魔攻片物攻片 那今天我們要來輪到介紹坦克的部分 輔助的部分 那因為說實在話 魔攻物攻都介紹的差不多了 坦克說實在話 我覺得也是要照顧一下 不能只照顧到那些想玩輸出 想玩法師玩家的心情嘛 那我們也是要照顧到說 一些玩想玩坦克的 他們對於坦裝還不夠了解 不夠理解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帶大家熟悉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我們這個Jump的群星 他這個天花板 是做的非常的漂亮 有這個星空 旁邊還有這個角色一直會變換 細節有沒有 虎葬優人 然後等一下 他就在變換下一隻 丁騎野薔薇 喔不是 是黑騎一戶 然後你看這個畫面是非常的完美 非常好看 然後 安全褲的 希望以後他可以賣這個安全褲的部分 就是讓大家可以看一下安全褲這樣 呵呵 沒有開玩笑的啦 那今天呢 就要帶大家來介紹一下坦裝 各位如果喜歡 喔這樣的影片 訂閱我打開小鈴鈴鈴 想要得知Jump最新的消息 想要學習Jump的知識 記得訂閱這個頻道 好不好 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消息 別人都知道最新的資訊 就你才不知道 那今天的這個 裝備介紹坦克篇 馬上開始 那目前皇帝我覺得坦克的部分 就是魔人服務 最佳的適合 我們用這個造型很可愛 那我們再選一個 隨便選一個 好 喬巴 那這個 普務的造型很可愛 溫暖睡夢 我覺得這個遊戲真的是 很期待他未來的發展 我已經從真晚沒睡 然後從早上六點多啊 拍影片 拍到現在一點 持續三個小時 現在九點多 魔攻片跟物攻片 都是我在同一個時間點拍出來的 都是我在同一個時間點拍出來 所以我現在很累 但我希望大家能夠感受到 我真的想教大家 以及想讓大家來 進入這個遊戲的心啊 好不好 那我們就來放幾個敵方人偶吧 那接著我們就開始介紹 我們今天的裝備 前面的物攻裝介紹過 法術裝也介紹過了 詳情可以去看畫面上的兩個影片 防禦裝齁 我們一個一個來介紹 防禦應該比較簡單 比較好理解 第一個 戰爭的憤怒 暫時獲得護盾 來他的第一個主動技能齁 就可以主動施放的 立即獲得 持續5秒20%最大生命值的護盾 對敵方角色造成的傷害 可以刷新護盾的持續時間 喔 你開了這個之後 持續5秒20%的最大生命值護盾 那對敵方英雄 持續造成傷害 可以刷新護盾的持續時間 來 用給各位看一下 我懂他意思了 我開下去 我會獲得護盾 像這樣 但你在這5秒內 持續攻擊 這個護盾會持續在喔 他的我的理解應該是這樣 持續攻擊護盾 5秒後了 他還是在 你只要在這個 按下去的期間 要有持續的攻擊 那這個護盾就一直刷新 一直刷新 一直刷新 5秒後就不會消失 坦克出這個蠻屌的 他是提高20 他是給你20%生命值的護盾 血越多 護盾越厚 然後這個尖刺骨之衣 反彈傷害 就是傳說對決的反甲 收到普攻 會反擊這個 6%的物理防禦的 額外法術傷害 接下來呢就是反甲的概念 你如果 對方射手打你 他自己也會受傷 這個射手沒有出 吸血裝 他可能就把自己打死了 這個裝備啊 尖刺骨之衣 出下去之後 技能也會反傷 你想想看 如果十天羽龍的大招這樣撒 你開這個 他會把自己打死耶 各位能夠理解那個意思嗎 加一個 耀眼手套 持續著燒敵人 你就把它想像成這個 傳說對決的燒假 命中敵方會增加 會附加著燒效果 每秒會造成0.5% 最大生命值的法術傷害 持續3秒最多疊加3成 所以就是1.5%生命 欸不是不是1.5% 對1.5% 你有疊加到3成的話 然後會持續3秒 一直燒 反正就是 來我輸下去給大家看一下 命中敵方之後 這個 這個不算燒假 這算是 打到敵人 他就會觸發燒假來打 他就開始燒了 看到嗎 然後現在是扣27嗎 那我打3下 應該就是27x3 27x3 81 然後我打3下之後 他就會扣81 他就會對敵人扣81的血 來喔 1 2 3 疊下3成 好81 他是扣82耶 他應該是把小數點什麼的算進去 反正就差不多 齁 跟我算的是差不多 他的算法就是這樣 那下一件裝 靈感輕甲 移動充能可以增傷 這個出下去就是 每移動1000馬可以積斬1成氣勢 每成可以提高10跑速 不是10%喔 是10跑速 最多提高40的跑速 乘數達到4成的時候 普攻敵方會消耗收的乘數 對敵方造成額外的40%物理傷害 和50%的額外減速 持續2秒 我出下去我就走路 最後就有這個火焰喔 喔 就有這個火焰 我繼續走 疊加到4成的時候 這個很適合有走行的輔助 來喔 我現在打到敵方身上 敵方會緩速喔 然後而且會造成那個額外的增傷喔 來 打 就這樣 來下一個雙洗 減少敵人的回血 坦克也可以出類似凝霜的裝備 受到不低於自身10% 最大生命值的傷害時 會觸發一個冰環 使被命中的敵方單位降低50%的移速 6秒的冷卻時間 這個第一段我其實覺得有點饒舌 喔 這樣子各位就了解了 他打你的傷害 超過一個range 他就會放一個緩速的圈圈在地上 假設敵方打你的傷害 傷害沒有低於自身10%的生命值 就會有一個緩速 反正這個裝備你不用理解的太複雜了 反正就是你被打敵人的血量 靠欸 反正你被打的時候 你的傷害有到 就是敵人打你的傷害是有到一個程度 他就會釋放一個圈圈來緩速敵人 敵人就沒有辦法繼續對你展開追擊 然後這個還有一個唯一的被動 攻擊你的人會減少35%的治療效果 假設對方的射手是吸血流射手 你出這個裝備 他打你會很痛嘛 然後他就被緩速 然後又減少他的這個吸血效果35% 算是傳說對決的藍盾 加上這個拘魂的感覺 所以坦克出這個 假設對方的回血很多 坦克就出這件吧 然後下一個 冰霜之鎧增加回血效果 他的唯一被動 提升30%的自身受到的治療效果 和30%的護盾效果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出這個 提升自身受到的治療效果和30%護盾效果 那我出這個 有嗎?護盾有變厚嗎 所以這個冰霜之鎧可以增加回血效果 能提升那個護盾效果 而且是你出下去之後 應該是隊友給你的護盾 或者是隊友給你的治療 都會增加這個回血 還有護盾的效果 連裝備都可以疊加 那再來是 勇動雙手 強化普攻減速 這個一樣就是技能後的普攻 你會緩速敵人 然後會造成額外的 一些傷害 我其實不用看 我已經大概知道他要表達什麼了 你可以降低敵方的30%攻速和移速 你出這個 你打到敵方射手 射手會被你降30%的跑速 還被你降30%的攻速 這射手直接變智障 持續3秒 然後4秒可以觸發一次 他只有一秒的空窗期 來下一個戰術背心 每次受到敵方角色的法術傷害 會使自身接下來的法術傷害 減少2% 他這個戰術背心就是模仿的啦 假設你被敵方的法師打到一次 那下一個法術傷害的話 就會減少2%的傷害 持續6秒 這6秒內 敵方的法術傷害都會減少2% 然後最多5成嘛 所以他一直對你造成傷害 假設像 他出那種什麼 持續灼燒的 他出這個 咒魂指甲面 他一直燒你 你就是受到他的魔法傷害嘛 他就會疊加 疊加疊加 那疊加最多5成 所以等於是說 525成 剩以2% 10% 等於是說你每 你接下來的持續6秒的時間內 你都一直有減緩10%的 對方法術效果的效果 沒錯 就大概是這樣 來再來這個千連指甲 原地復活 就是復活甲的概念 你死掉之後會2秒後復活 會獲得25%的生命值 25%的法力值 每次使用一次 然後他這個冷卻時間會固定延長30秒 180秒冷卻時間 就是復活甲 然後沒有限制使用次數 下一個冥想大 那最後一個字我不會唸 吸收法術傷害 然後他這個被動呢 就是受到法術傷害會吸收 會得到一個護盾 那這個護盾就是你把它想成 這是傳說對決的先靈 你受到敵方的法術傷害的時候 他會給你這個護盾 來擋這個敵方的魔法傷害 然後30秒的冷卻時間 他持續5秒 這也沒什麼好說的 來 黃金聖甲 受攻擊的時候會減速敵人 你被普攻打到的話 會在3秒內減少攻擊者15%的攻速 簡單講專門課射手的 你戰士或坦克出這件裝 射手打你 他會被減15%的攻速 然後如果他暴擊 他打你是暴擊的話 你還可以得到5%最大生命值的護盾 等於說他這個暴擊被抵消掉 持續3秒 10秒可以擋一次 然後再來這個是烈焰戰甲 這個不用多說了 就是燒甲 唯一被動 對周圍的一圈內 造成1.5%最大生命值法術傷害 血量越多出這個燒人越痛 然後第二個被動 對附近的敵人造成傷害的時候 會進行每一秒的充能 會進行充能 然後每一秒會疊加一層 可以疊到五層 充能到達滿層數的時候 會對附近目標施放充擊波 唉唷這個裝備酷喔 我們還在燒敵人 2層 3層 4層 5層 好充擊波 這樣 1層 2層 3層 4層 5層 來充擊波 所以你玩坦克重進敵人裡面 你打持久戰 對你就很有力 真機之甲 拖戰快速回血 就是傳說對決裡面的那個 藏身護符啊 沒有參加戰鬥就會慢慢的回血 脫離戰鬥每秒恢復2%的這個角色生命值 簡單講這個處理給大家看 直接放一次給大家看就知道了 來 我們血量先回來齁 來 我們血量慘了 來喔 就這樣走 我們現在拖戰喔 他就可以回血 就像傳說對決的那個 藏身護符的概念 其實這裝備有些都很雷同的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防禦裝 就差不多介紹到這邊啦 其實該介紹的都介紹完了 那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 大家想要練一練 那我建議啊 武功篇 魔功篇 還有這個防禦篇 這三個看完 你Jump就超強 如果各位喜歡 記得訂閱我打開小鈴鐺 也別忘記追蹤我的IG 我希望可以帶給大家 更多Jump的影片 那大家就可以越來越搶嘛 小鈴鐺記得開 不然你沒辦法收到 最新的Jump影片通知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啊 謝謝大家幫我們訂閱 我的影片讓你 永遠看不膩 那我們下方見啦 小鈴鐺 掰掰 我還是要貼心 不另外一位 我真的要很清楚 那際就有了